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旧纷纷不停 甚至直言 要不是节目组挂的话筒 当场就要怼杨幂 结果这梁子算是彻底结下 双方粉丝在杨幂和天佑微博下 你来我往互相攻击 打得不恶开交 只不过作为一名海外主播 天佑居然公开敢怼杨幂 他的底气到底来自何处呢 其实光看微博粉丝情况 天佑远不是杨幂对手 但如果算上其他直播平台的话 天佑总粉丝也在七千万人左右 与杨幂起鼓相当 每次直播的时候 多则三百万 少则几十万人观看 人气不是一般的高 虽说粉丝量只是明星 受欢迎程度的一个指标 在吸引水平上 天佑一点也不比杨幂差多少 短短一年多时间 天佑豪车豪宅全买了 赚的肯定不是小数目 最关键的就是 杨幂作为谢如今一线明星 去年一年收入大概在 一亿两千万左右 在如今这个社会 谁有钱谁就就是老大 天佑在某节目次部 他自己的年收入 税后已经在八千万了 而且著名主持人张全林 也说过 天佑这样的收入 完全就仅是一心明星了 只不过想在娱乐圈里混 有钱有人气 还要懂得别人处事 天佑这么一闹 相当于得罪了 整个家庭旗下的粉丝 我想他这么碰瓷的结果 绝对是得不偿失的